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零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 所以也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些贪恋的 也不要拜偶像 像他们有人拜的如金像所记 百姓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 像他们有人行的 一天就倒闭了二万三千人 也不要试探主 像他们有人试探的 就被蛇所灭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像他们有发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我说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 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 你们要审查我的话 我们所祝福的杯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 我们所剥开的饼 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 我们虽多 仍是一个饼 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手这一个饼 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 那吃祭物的 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我是怎么说呢 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 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献的祭 是祭鬼 不是祭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你们不能喝主的杯 又喝鬼的杯 不能吃主的宴席 又吃鬼的宴席 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 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照旧人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凡事上所卖的 你们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属乎主 唐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 你们若愿意去 反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 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若有人对你们说 这是献过祭的物 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 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 乃是他的 我这自由 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 我若谢恩而吃 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不拘于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是神的教会 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